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天天,非常开心和你相聚在空中 首先跟你分享一则新闻报道 有一名12岁的小男孩 他在暴力的环境下长大 他原本跟爸爸住在一起 他的爸爸是一个帮派分子 长期下来,他也学习爸爸的暴力行为 到学校欺负同学,要不然就是欺负小动物 直到他离开爸爸跟妈妈同住 这个妈妈对儿子的暴力行为很苦恼 就把儿子带到医院求助精神科医师 那精神科医师就建议他 每天晚上睡前 温柔地摸一摸孩子的头或是脸颊 试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过了三个月,这个妈妈带儿子回诊 就说,孩子不止脾气变好了 也停止欺负同学和欺负小动物的行为 好奇妙哦 睡前温柔地触摸孩子的头或脸颊 就会有六到七成的孩子 原本暴力的脾气获得改善呢 想不到温柔的触摸可以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在Easy谈生活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精神科医师告诉我们 睡前温柔地摸摸孩子的头或脸颊 有六到七成的孩子原本暴力的脾气会获得改善 这个温柔的抚摸呢 能够刺激孩子大脑当中的血清素 来谈谈这个血清素 这血清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血清素它是一种大脑产生的神经传导物质 有很多健康的问题都跟这个血清素有关的 在科学研究当中发现脾气暴力的人 普遍都缺乏血清素 而造成血清素减少的缘由很多 像是压力啦 缺乏睡眠啦 营养不良啦等等 那么缺乏血清素会产生的问题呢 包括抑怒 焦虑 疲劳 慢性疼痛 或是焦躁不安 如果不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 随着时间恶化呢 也会引发强迫症啦 抑郁症之类的疾病 那么血清素比较低的人呢 很容易产生那种抑郁 冲动行为 酗酒 自杀 攻击或暴力的行为 科学家曾经透过实验 降低实验动物大脑中的血清素 结果这些动物变得更具有攻击性 哇 原来血清素这么重要啊 难怪它又被称为 人体中的幸福分子 因为它跟人的情绪 还有压力的调节呢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要怎么样补充这个血清素呢 专家告诉我们 可以透过一些食物 像是鸡肉 牛肉 乳制品 坚果类 香蕉 菠菜 巧克力等等啊 这些都能够补充血清素 此外呢 适当的运动啦 亲近大自然啦 也是获得血清素的好方法 不过啊 除了透过食物 透过运动 或是到户外走动 能够获得血清素 精神科医师 更是让我们知道 透过温柔的触摸 能够刺激脑中的血清素分泌 为什么呢 因为温柔的触摸 传递着爱 让人感受到被关心 被重视 有安全感 在这过程中 孩子就会逐渐改变 他原本暴躁的脾气 或行为模式了 爱的力量真的很大 一个人个性脾气的改变 不单是因为他吃了什么 产生良好的血清素 更是因为他感受到被爱 被重视 被肯定 以至于他有安全感 在爱的里面 就能改变自己 我突然想到 吕戴豪牧师 从小立志要当个国际杀手 他每天呢 过着暴力 打斗 讨债 这种危机四伏的生活 吕戴豪牧师 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用拳头来解决事情 可是谁能想象得到 这样一个让许多人 害怕的大流氓 后来变成了一位 到处宣扬福音 分享信望爱的牧师 吕戴豪牧师的改变 更是带领许多 也曾经在黑社会 暴力讨生活的人 一同认识上帝 经历神的爱 生命改变 成为基督徒 圣经中有这么一句话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是爱 能够使一个人生命改变 最大的原因就是爱 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脾气 行为等等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样我们能够透过 耶稣基督的爱 他的拯救 使我们可以成为心造的人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渴望帮助一个人 活出美好 那就去爱他吧 去关怀他吧 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 让他来经历神的爱 来认识神 别忘了 爱才是那个 使人生命改变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 《没有一天停止爱你》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经过了你的窗前 一张憔悴的脸 我留下了我的安慰 盼望你会发现 我只想再看见你 纯真笑脸 而你的心 却依然在徘徊 你投低了你的眼泪 济上无垠天边 我留下了我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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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晨烦熄点点点我 每夜的你抬头 望着你的眼相对 你说 我没有一天停止爱你 没停止 但有你的疲惫和伤心 我没有一天停止爱你 我没有一天停止爱你 我留下了你的眼泪